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格爱发会 长寿花,成年的大苗在一般的情况下 进入11月份以后都可以长出花苞了 也有的经过人为干预,进行空光处理 现在正在开花 还有的,由于管理不当,或者是苗情不好 再就是小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长花苞 包括我在内也是一样 由于牵插的批次不同 所以开花的时间也有早有晚 其中,有这种还没有长大的小苗 也有这一种刚刚开始长花苞的 还有的已经长满了花苞,但是还没有开花 也有的经过催花后正在开花的 今天的视频咱们就讲一下 还没有开花的小苗应该怎样管理 然后再接着讲一下 已经长花苞的应该怎样浇水和施肥 因为当进入冬天以后 特别是北方的花友 由于天气比较寒冷 长出花摆放的位置 通风和透气就会差了很多 再加上没有把握好浇水的节奏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这一刻,它的主干上面长出了好多的气生根 叶子发黄,肝尖,发软 这就证明它的根系出了问题 出现了黑腹 只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没有必要抢救了 只能是把它拔出来 把黑腹的部分剪掉 好的部分可以留下来扦插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就是因为透气性不好 再加上没有及时的给它杀菌 特别是在室内养殖的 由于通风条件不好 所以最好是每个月给它杀菌一次 可以用多菌磷 或者是白菌青 稀释1000倍 喷射它的叶面 或者是灌根 再就是 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 小苗也好 大苗也好 还是正在催花的也好 白天呢 光照一定要充足 因为充足的光照 就是一个很好的天然杀菌剂 只有光照足了 小苗才会长得更加的健壮 叶片比较肥厚 在打点以后 翻支也会更多一点 要是光照不足 就很容易引起土长 或者是小苗长得比较弱 病害也比较多一点 在正常的情况下 也就是没有病害时 需要近期给它施肥 我的施肥方法是 每隔两个月的时间 在盆头的表面 撒一层缓施肥 平时在每隔十天到半个月 给它试一次 花朵朵一号 或者是复合肥 在没有催花以前 苗期的时候 不建议食用花朵朵二号 或者是磷朵二青甲 如果仅仅是食用 一到两次 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要是这种小苗 如果你连续 或者是长期的食用 花朵朵二号 和磷朵二青甲 那么就很容易引起 生长缓慢 或者是出现僵苗的情况 因为这两种肥料的 主要成分是磷肥和甲肥 它能够让植物的 干系和枝条 提前木质化 也有抑制植物 枝叶生长的作用 要是连续使用的 特殊过多 并且使用的比较单一 那么就很容易引起 植物的僵苗 所以说 每个阶段不同 目的不同 使用的肥料 也是不一样的 当长寿花 由小苗 变为大苗 也就是 它的分支 已经够多时 就可以使用 零堂青甲 或者是花朵的二号 进行催花了 但是连续使用的次数 不要超过三次 每一次使用 间隔的天数 最好不要少于一周 使用的浓度 为千万之一 也就是一克肥 对水一千克 页面喷湿的效果 比灌干 会更好一点 在食页面肥的时候 叶子的正反两面 都要喷到 因为叶子的反面 比正面 吸收能力 会更强一点 在秋冬季节 退化时 白天的光照 一定要充足 到了晚上呢 最好不要见到灯光 只要是这样做 一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长出花苞 在长花苞以后 肥料可以用 大苗甲 比较均衡的复合肥 或者是 花朵朵一号 该零甲肥含量 比较高的花朵朵二号 或者是 零三二清甲 轮流 交替使用 大概每隔10到15天 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平时的浇水 需要渐干渐湿 不能浇水过多过勤 否则就很容易引起辣根 可以观察一下 当盆土的表面 两大根番之内 看不见湿土了 才能再次浇水 每次浇水呢 一定要给它浇透 当这一整盘的 长出花花苞 完全打开时 就可以停止湿肥了 比如这一盆 从现在开始 就不需要使用 任何的肥料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实在感谢 欢迎我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